鲜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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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整一道糖醋排骨 家常做法酸甜可口 小朋友和女生都爱吃 这道菜最好用冰鲜或者新鲜的排骨 这样可以不焯水 直接下锅油炸 注意蒜子不要拍碎 做好后可以当配菜使用 非常好吃 除了腌排骨加的盐 这道菜就不需要额外加盐了 腌15分钟后可能会出水 记得擦干 锅里下宽油 你也可以用少量油将排骨煎熟 教大家一个小窍门 木筷子伸入油中 有浓密的小气泡就可以下排骨了 将排骨直接炸熟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5-8分钟 炸到排骨起红边就可以了 然后捞出粒油备用 锅里少量油 冷油下八角 慢火煸炒3分钟 让八角香气浸到油中 然后剪出八角 用2-3的糖炒糖色 注意不要炒到早红 这道菜还要炒个5-6分钟 期间糖色会继续加深颜色 下入蒜子八角翻炒2分钟 再下入姜片继续翻炒2分钟 最后下葱段炒出葱香 加入2-3的香醋 加少量水烧开后焖煮15分钟 焖好后加入剩余冰糖 挑出八角 然后烹入剩余香醋 收汁到浓稠即可 至此我们的糖醋排骨已经做好了 撒上一把芝麻 将剩余汤汁浇上去 大功告成 小伙伴们有什么问题或建议 请评论和私信 我们下期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